hello 大家好 我是哪一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我是一个坐标在纽约的地产博主 那今天呢又是一期补物正业的视频 本来呢应该是一个我33岁生日的开箱 但是呢前一个多月都在生病 所以呢就变成了一个测评视频 看标题大家应该也知道了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 凯莉的35 好嘞 咱先聊聊这个包是怎么来的哈 就是从去年开始 我去年过生的时候不是拿了一个 呃 去年拿的是什么 去年我拿的是一个棕色的金棕的30的Barkin 应该是在我后面的这个架子上面摆着 然后这个包拿完了之后呢 30我觉得是真香 但是那个包我后来其实没有给大家做测评 Barkin的30我觉得应该是 呃 就是很能装 然后我倒是也是觉得说上班可以用 然后里面可以放iPad 然后和小的那种电脑的式的OAK 但是后来我发现呢 有两件事情我觉得是可以调整的 一个呢就是Barkin的那个30 我不是特别喜欢那种structure的包 拿的是Epson的皮吧 它实在是太硬了 它的那种硬挺简直让我就是受不了 合上都有点合不上 所以有些时候我就会觉得说 呃 是不是Togo的皮会更好一点 但是其实之前的话 我的大包上面是没有拿过任何的Togo的皮的 所以我这次就想说 还是想要一个大包 因为可以放电脑啊 然后塞很多东西啊 或者出去旅游的时候都可以背 但是呢除了不想让它太硬以外 还有就是Barkin其实这个包型我很喜欢 出去Linda的话也非常elegant 但是自从有了孩子之后呢 有的时候出去啊 就会觉得有一个包带还是非常的方便 所以在前一段时间 我反而拿了最多的其实是这个包 啊 25的Kelly 那平时比如说上班啊 不需要带电脑的时候 这个包就非常好 然后可以挂着 呃 而且它拿起来的时候也比较淑女一点 所以后来我最近呢就考虑是说 想要一个Kelly嘛 但是呢这个噩耗就噩耗在于 我在冬天的时候 应该就是临近春节元旦的那段时间 我的Sales离职了 啊 就整个人就是心塞了 因为其实我之前都觉得我的Sales 其实蛮好的 但是它走了之后的话 我一下就感觉 哎 心里面没有什么特别多的那种着落 我在去年的话 秋天的时候 有的时候还时不时的去逛点 买点小东西 但是呢就是也没有考虑拿包 因为当时春天的时候 除了拿了那个Burkin 30 还定制了Mini Cali嘛 啊 现在还是没有拿到 但是anyways 我当时就想说 哎呀算了 该拿的包型也拿的差不多了 Mini Cali的话应该也就是 心头好的那种top one了 那我就等它定制就好了 就没有长长去 结果它就离职了 然后也很突然 然后等到我想要过生日 想说要不要再给自己拿个包的时候 本来想说如果Mini Cali二代到了的话 那可能想说哎呀就算了 但是它没到想说那过生日 也不想说自己就没包对吧 就想说那买点什么呢 后来就买了它 然后这个呢 其实我是一眼相中的 因为它是35 我觉得Cali的35的大小跟Burkin的30 看起来的大小差不多 然后也是我能接受的这种包的大小的极限吧 就是又能装 然后又会觉得说好像也还算和谐吧 如果是工作的话 尤其是手背的话 我觉得大包感觉是更大气一点 那先给大家看看这个包 这个包是Togo的皮 然后Togo就很软 所以我就会觉得哎蛮舒服的 因为它这个是个新包嘛 所以还是一个蛮挺拔的状态 但是我有看到其他的 就是姐姐们用的一些包 大包尤其就是Togo 用了一段时间之后 它的包会呈现一种 就是散散塌塌的那种形状 你看这个包现在还是挺的 但是有些人的包 就这个地方就已经是完全堆起来 哎呀堆 就是那种褶皱 大家应该知道 我回去找一个贴图放在这里 就是那种堆的很堆的那种 反而我觉得是蛮休闲的 一个包的样子 这个包呢 它整体上的肩带 差不多就这么长 对比于这个包体来说 我觉得这个肩带是蛮短的 但是我觉得背起来的时候 尤其它斜胯 反而在胯上一点点的这个位置 或者跟胯差不多的位置 所以其实是蛮实用的 不会感觉就是你把这个肩带 一背起来之后 整个这个包 就它在屁股以下的那个位置 就更丑对吧 所以就还好 然后这个的话 这个颜色应该是大像灰 然后我发现其实在Togo上面 和在Epson上面的话 它颜色略微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或者应该这么说 它的光泽感是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所以你就感觉颜色还是有一点差 但是其实overall的话 就是还是这个颜色大像灰 就之前给大家讲过 其实我一直非常不喜欢这个颜色 在我最开始拿包的时候 结果后来发现就是真的用的时候发现 一穿衣服 搭它最和谐 就好像什么颜色 你基本上都能跟着走 又看着不会说特别怪 然后这个包的话 金扣嘛 然后这个的话就蛮软的 所以平时的话 我一般就是这个样子 没有给它扣上去 然后打开之后呢 也是一样是一个很软的皮子 然后里边的空间就是这样的 所以它是 这边有一个带 带是这种拉链带 然后下面的这个位置是有两个这种口袋 所以平时的话 基本上我都是那种 要么就是拎起来 就是这么敞着拎的 很多时候也就这样 然后也蛮方便的 而且它这个口袋的话 其实只要你拎起来 哪怕是没有关合的情况下 然后也是完全OK的 就是它感觉不是会掉东西的那种 然后我平时感觉唯一的一个点就是 因为凯利的话呢 它上面这个扣子 扣好了之后 上面的这个地方会变得比Berkeling窄 我唯一觉得就是Berkeling的话 就是你上下基本上是可以一样宽的嘛 手拿也不太影响 所以你基本上就是你下边那个 贝斯是多宽 上面一样可以多宽 但是凯利呢 就是你下边装的这块可以很宽 但你上面这块窄了 所以如果你要放一些比较有体量 就是这叫什么 体积比较大的这种 就会感觉好像还是Berkeling的30 比凯利能装 这个例子就之前我有的时候会把这种 比如说那天如果有个拍摄呀 我就会把我那天穿的裙子和鞋子往包里塞 那Berkeling就是很自在 然后凯利就是塞进去了之后 就是整个鞋和那个衣服在里面 都是挤得鼓鼓囊囊的 然后有些时候扣子还有点难扣 别的其实以目前来说 我觉得整体的这个包的感受的话 我并没有觉得很重 因为之前我在买这种 比如说30的包体的时候 之前会有人会觉得重 然后我个人感觉 我那Epson的话 Berkeling的30确实挺重的 但是凯利的这个35 我目前觉得还OK 可能是因为我太想要一个大包了 然后又拿到了这种想要的金扣 所以就觉得可能爱屋即屋了吧 overall来说我觉得还是很好的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 这个肩带的话 我觉得是 不是肩带 这个叫什么 绑带 不对不对 手柄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这个手柄的部分 我觉得是很自在的 就是你可以整个这样跨过来都没有问题 而且哪怕是冬天穿大衣的时候 你这样跨过来也都是没问题 像比较小一点的这种包的话 它这个地方其实就窄一点 所以有些时候夏天就很自在 冬天就不自在 然后如果是比如说像 Berking的25的话 这个位置就真的是 夏天你一个手可以过来 这地方就已经满满灯灯了 如果是冬天的话 就根本环扣不过来 而且有些时候我拎包的时候 我喜欢把包放在手肘的这个位置 但是如果是Berking的25的话 就是这儿行 这儿的话就真的是很难秀 很难秀了 所以我就是感觉大包也有大包的好 但是精致肯定就还是小包了 所以对于今年的这个生日礼物来说呢 我觉得就是一半一半满意吧 因为我的mini Kylie没到 就觉得好像还是心里有点着落 而且就整一年的时间了 因为我看到小博士上面有一些姐妹 就是跟我的定制是很类似的 然后也是粉色山羊皮的樱花粉 那他们已经收到了 可是我还没有收到 但我心里还有点颤颤的 我的Sales不是离职了吗 然后就特别怕说 如果我的这个包来了会不会给我 然后之前的话我有去店里面 然后有找了一个另外的Sales 买了点零零碎碎的小东西 然后希望这个Sales的话 是个好的吧 就目前来说没有太多的感受 但是他有提说 只要是定制给某一个客户的包的话 店里面都是会联系客户的 所以我就想说 好起码安息了一下下 然后就静等我这个mini Kylie的包 但是以目前来说的话 就真的感觉 Kali啊Burking啊Constance啊 也都有拿过了 然后大小的话也各有分布 然后我之前的话就是相对来说 这种中大的包的话都是很稳重的颜色 小一点的包的话就是还有买粉啊 或者mini Kylie我也定的是粉色这种 那之后的话就短期之内也不知道 自己还能买点什么 然后最近的话也是因为 又买了另外的一个生日礼物吧 虽然是除了包包以外的 就是又买了个房 然后最近就是在等着过户 因为已经签约了 现在的话如果要过户 又要一下子掏出去不少钱 想说能省则省吧 然后把这些钱用在软装上面 然后家具啊 然后包括之后的一些小装饰 然后希望呢也是给我和我儿子 打造一个温暖的小家 然后之后的话可能就是会往 家具博主上面靠一靠了吧 开玩笑 然后很开心和大家聊天 因为前段生病真的是很久没有聊了 然后谢谢大家能看到我的话老视频 那我们下一个视频见了 拜拜